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亦有一個六歲的男生被爸爸摘鼻之後 懷疑坐了巨型的氣球飛走,一度驚動國民警衛軍營究 最後證實是一場去境 長綠米的巨型氣球,外形就似足一隻飛碟 一直以高速在科羅拉多州上空飄浮 期間一度上升至二千多米 由於當初懷疑氣球裏面有一個六歲的男生 當局出動國民警衛軍拯救 當地電視台更加一直現場轉播救援過程 升空的氣球是屬於一個業餘追風人士黑內 他平時最喜歡研究龍卷風 早前更加和三個兒子一起接受電視台訪問 那個氣球平日都是以成熟固定在家的後院 但是當地星期四中午,男生的哥哥說 看到弟弟曾經爬入氣球裏面 之後氣球飛走,黑內於是報警求助 氣球飛了兩個多小時之後 最後在丹佛國際機場附近一處草地降落 救援人員趕到現場 但是發現氣球裏面根本就沒有人 還會擔心男生中途有氣球墮地 當局派人大規模搜索 不過原來只是去境一場 男生走入氣球之後因為被爸爸罵 所以就走入車房躲在紙皮箱裏面 而剛好氣球就鬆脫飛走 男生的爸爸說對事件感到抱歉 又說以後跟兒子說話的時候 會嘗試放下聲線 以免再嚇走兒子 無線電視機站真靠著不動 無線電視機站真靠著不動